听说台北市今年房屋税会提高很多耶 放心啦 大概只有13%的房屋税额会增加 增加的也不多 除非是103年7月1日以后 才合法使用执照的高级住宅 且不是供自助使用 又同时持有三户以上 是用3.6%屯房税率者 才会大幅增加房屋税啦 所以如果住家用房屋没有出租 供自己 配偶 或直系亲属居住 全国可以有三户向税捐处申请 按1.2%的税率课税 非自助的房屋才会按2.4%或3.6%课征咯 没错 以往房屋需求偏低 养房比养车便宜 造成屯房现象 增加房屋税负是希望让养房成本增加 促使空屋释出 增加的税收又可作为公共建设的裁员咯 哦 我知道了 最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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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大 和尽管的组合 可能最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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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